歌手李文选择亲身走了 原因是因为长期情绪的问题 看到这个消息真的很痛心 我特别想跟你们分享几个建议 一 不要再委屈自己 还在做别人的开心活 不管是在婚姻里还是工作关系中 不要去讨好谁 真实的表达感受释放情绪 是对自己最好的 第二 难受时请一定要说不 我知道说不很难 但请尝试的去说 别人的想法真的没那么重要 第三 不要同情心泛滥 这会让你不断的自我内耗 长时间陷入情绪当中无法自拔 第四 远离有毒的环境 不靠谱的朋友 伤害你的伙伴 甚至是让你性情大变的老公 第五 多爱自己 去旅游 去健身 吃自己爱吃的 穿自己喜欢的 总之多做自己喜欢的事 永远相信自己 我经常在视频里讲 女人要多爱自己 有人说这是毒鸡汤 我只能说 单纯的鸡汤是没用 可当你正视了问题 正视了自己 学会了爱自己 就是有用的 我希望看这条视频的你们 不是表面看着开朗 看着阳光灿烂 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幸福 स维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谢谢